我们刚刚说教会不是教堂 大家知道吗 教会不是教堂 教堂不是教会 但我们知道教会是那么样的重要 那请问教堂重要吗 所以你看我们奉献做建殿 那个重要吗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神是不是也叫大卫愿意为神建殿 神喜悦 然后大卫预备了所罗门来建殿 神非常的喜悦 所以首先我们知道 教堂本身也是上帝所喜悦的 那教堂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一 好比家人需要房子居住 对吗 如果你有家庭 要不要有地方住 要 所以教会是一群人 是家人 那么家人就需要房子 需要有这个教堂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教堂带来什么 因为有教堂就有空间 让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有聚会 培训等等 那么有教堂就让我们很舒服 你知道要不然 我们过去都没有教堂的时候 周五祷告会要带了一包二包 包括音响 电脑 托到那个租的地方 set out 之后用完了 然后又再收回来 然后每周主日也是这样 虽然租了一个的木屋 然后我们也是要带我们的音响 所以你知道初期的那些同工们 真的是非常的伟生 每周 每周周五祷告会一次 礼拜天一次 完了之后又收拾 真的很感恩我们初期的同工 非常的伟生 有了空间我们就很舒服 然后也带来很方便 很方便 然后就会有安全 对吗 要不然有些时候也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知道甚至 有些时候要办一些的特会 要办一些的聚会 都不知道要在哪里 都要去 然后也有休息 有了空间就有互动的机会 跟学习的地方 那么教堂本身 它就是一个见证 我们看到你看有些时候 看到很漂亮的教堂 它本身是一个见证 它说明信徒对上帝的爱 敬畏还有付出代价 你看包括金钱的代价 祷告的代价 也是给别人一个见证 特别是宏伟的教堂 更有其独特的感官的吸引力 和震撼力 我们看到一个教堂 那么大 那么宏伟的教堂的时候 我们自然看到 哇 这群的信徒 真的很爱他们的神 所以它本身对外 它就是一个见证 而且是一个非常震撼的 一个见证 另外呢 教堂的设计本身 它蕴藏着圣经的真理的教导 然后上帝的伟大 人的本位和卑微 也可以感受其神圣性跟敬畏感 所以其实每一个教堂的设计 都有整个神学的这个意识在当中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了 然后包括你看有些教堂 他们是开放的 你进入到里面的时候 你感觉到那个的神圣感 还有神的灵在感 所以接下来的教堂呢 它是分别为圣的 它是成为上帝的居所 这是所罗门完献殿之后 神说这是祂的居所 是祂荣耀的居所 圣洁的居所 也是祂安息的居所 祂说祂的眼睛在看 祂的耳朵在听 祂喜悦人们来亲近祂 赞美敬拜祂 侍奉祂 而且祂是听人们的祷告 这是上帝回应所罗门的献殿 然后教堂本身是 信徒一起来敬拜上帝 学习祂的话 团契相交 彼此建造 服务社区 而且培养生命的神圣场所 第六 教堂也会给信徒 有归属感 安全感 以及美好的成长过程的 回忆跟历史 你知道吗 有了教堂之后 你就有这个归属感 就好像家 家也是会有 归属感跟安全感 有时候你回想 有很多人 比如说回国了 或者搬到其他地方了 你知道他心中都有一个的期盼 就是能够回来基督城 再看一下牧师 再看一下弟兄姐妹 再看一下这个教堂 他会想起 这是我high school的时候 在这里成长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这里怎么样接受装备的 然后我在这里怎么样 你看比如说结婚 生小孩 等等的个性 其实都是他成长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跟历史 也是见证 也是一个生命的见证 第七 教堂的建造 也是给信徒机会 操练更大的信心 奉献 尾声 和经历神 就好像我们这个教堂 有了570万 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建坛 你有机会操练这个奉献的信心吗 有没有机会去经历神 有没有机会去经历财富的转移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你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你发现到 他们奉献的经历 信心的提升 包括我自己 透过建电的时候 透过教堂建造 真的是扩张境界 要不然也许你一辈子 你的奉献可能就是 只有那几百块 或者只有那几千块 但是透过教堂的时候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哇 你的奉献 可以几万块 甚至是超过十万块 你知道你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透过这个建电 神让我们有机会什么 操练我们的信心 并且借着这个机会 积占财宝在天上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呢 你就发现到就没有了 而且很多时候 错过这个机会 你知道我们当时 如果我们有盖这个教堂 现在你知道大概要多少 八百多万 现在这个教堂的价值 我们刚才收到 City Council 八百多万 所以现在如果 要找大家盖 真的是不容易 对吗 所以它是一个机会 你错过了就不容易 特别是你发现 以前早期天主教 跟圣工会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先做地 赶快先买地 买的时候都是市中心 又大又好的地 你看以后那么大的地 有需要的歌一点卖掉 你看就可以做很多宣教的事工 所以第八 教堂也是信仰 看得见了外在的标志 或者是记号 也是信徒们爱主的见证 所以对这些卫性的人来说 他看到这里有教堂 有十字架 他就知道 这里有基督徒 我们这个城市有基督徒 就好像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清真寺 我们觉得 这里有穆斯林等等 第九 教堂也会帮助 有些人因为安静在其中 得安慰 得心灵的帮助 我们在教堂目前 还没有开放给社区 你发现像大教堂以前 好几个这种的教堂 他们都是开放的 很多不管是旅客 或者是一些的等等 他们来 很多人遇到各样人生的事情 特别是卫性的 或者一些远离主的 他们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会走进教堂 安安静静的 很多人都有写下这个见证 他们怎么样在当中就经历神 神的安慰等等 历史 教堂也是信徒里面成长的 历史的见证 也是时代的历史见证 不但是我们今天 我怕我们的下一代以后 看见这个时候 就想到爸爸妈妈们的信心 我们上一代的人 你看这么样的爱主 这么样的伟生 在奉献上这样的信心的给予 你知道吗 它都是一个 无形的 无声的见证 那也是我们信徒里面 成长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这是教堂的重要性 感谢主 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教堂 这么美丽的家 好多一些 不管是基督徒 或者一些卫生 他们一来到这地方 他们说 哇 你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 我很想说 我们也有美丽的人 OK 好 你看这个就是 德国的科隆大教堂 以前的大教堂的设计 是整个城市里面最高的 最高的 任何的建筑物都不能高过教堂 因为那是代表神的宝座 神灵格的同在 所以你看这些的建筑物 只有到这边而已 你看 这个教堂这么高 德国的科隆建筑物 在里面 非常的高手 但是讲到神的伟大 讲到神的伟大 所以非常的有那种的神圣性 宏伟 这个是 我忘记 应该是在米兰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 你看多么高 人这么小而已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 非常的宏伟 所以你一看到 你就看到什么 以前的人 最好的设计师 最好的建筑师 最好的材料 最好的等等 都是什么 献给神的 透过整个教堂 来去表达出来 所以 所以今天的人一看 就觉得 哇 当然只看到过去基督教的辉煌 现在很可惜 欧洲越来越少人 这个是我去过的 你先看这边 这是我去过的 巴塞罗那 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圣家堂 盖了一百 好像是一百八十多年 还在盖 还在盖 你看这么高耸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去过那一年 这是里面的 里面的 它全部都有意思 讲到神的创造 等等各方面 好了 我们就讲到这个教堂